哈喽各位观众大家好 一周不见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我啊 在上一集的剧情中 由于店长以及令人妻子的某些原因 大家集体中了辅警初K的圈套 所以说我很好奇 为什么赛兔子和杰德不找个屁镜角的地方 先变身把所有人都救出来 而是非得去跟加拉特龙硬碰硬 但无论如何 本次事件的结局是比较悲剧的 赛兔子被辅警初K成功暗算 而杰德则是因为实力不足 而差点被加拉特龙干掉 由于目睹了赛罗的消失 杰德发疯一般向加拉特龙发起攻击 但很显然这并没有什么用 要不是浮警初K让加拉特龙停止攻击 估计杰德就得当场消失给大家看了 此后在幸运装中 莱姆表示没有在令人身上检测到赛罗的存在 而浮警初K在电视上得便宜还卖乖的行为 则是彻底激落了小鹿 并导致了其余来夜发生直接冲突 至于失去了赛罗力量的令人 则是表示自己已经无能为力 并要带着家人离开这座城市 很显然令人并不甘心 但无论如何 没有了赛罗的他 终归只是一个有妻子又孩子的普通上班族 另外一边 加拉特龙再次开始了活动 而小鹿则义无反顾的踏上了战场 此时准备逃离城市的令人一家 正在收拾行李 但女儿小鹿却表示 无用担心 因为无论如何 奥特曼都会出现拯救大家 听到了女儿的话 令人下定的决心冲向了杰德 与加拉特龙的战场 在十分标准的平地摔之后 来夜为其送来了赛罗眼镜 而我们的赛兔子 果然就直接满血满魔复活了 并在变身之后 被打了一阵的杰德表示 主角都是最后登场的 在赛罗加入战局之后 本来这位打残的加拉特龙 瞬间陷入了劣势 见到这种情况 不仅初K马上不要脸的 召唤出了第二头加拉特龙 随着第二头加拉特龙的出现 战局再次被反转 只不过这一次 光之国知名科研人员西卡丽 直接带着外挂找到了赛罗 等一下 为什么是找赛罗 有挂都不能优先拿到 杰德果然就是个配角吗 之后的事情就十分简单了 拿到了最新外挂的赛罗 直接变身 而杰德也十分配合的 一起变成了机密形态 而那两只加拉特龙的下场 可以说是很惨了 在本期节目的最后 我们再介绍一下 本期出场的西卡丽奥特曼 西卡丽最早登场于 孟比优斯奥特曼 在设定上 是活跃在宇宙科学技术局的 科学家 所以他才拥有着 开发奥特曼胶囊 这种外挂的能力 只不过 这家伙作为战士的实力 也是不可小看的 毕竟 他在孟比优斯奥特曼中 作为小梦的强力后援 可是十分活跃的 而杰德机密形态的光剑攻击 也是西卡丽的得意技能 到此为止 杰德奥特曼中 再罗取得最新式外挂的一个单元 就此结束了 而通过下局预告 我们可以得知 奥特曼系列中 最强大的黑恶势力之一 贝利亚即将登场 那么 她又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故事呢 如果各位感兴趣的话 就请继续关注 奥特英雄 新生代英雄传哦